歡迎光臨 在臺灣民消息 在台北市一間台北戶室的 郵寺院 說上面還會發生 這四歲的小孩要扁 所以當時 先前讓他港版的女兒 把他一些重要的部位 抓到胸的霸靈 子女兒 好好有出面 跟學校說 不過這個學校到時候 都沒有讓女兒專班 說只有在這個辦上 用這個鑑棒 把這兩個小孩鑑給開 看到家裡阿嬤 喝太太的心情很噁心 因為他四歲的女兒 親像在學校 去給同學姓霸靈 就是半夜睡不著起來了兩次 第二次的時候才跑過去 跟他爸爸說 他下體很痛 然後他爸就叫我過去看 結果看到是紅腫 就急著家長 趕快去病院驗兇 可能女兒的下體有紅 還症得很兇 而且她的症時也變得很不安 家長要求學校 先將那個男女同學專班 叠到的刷是這樣的結果 他們說要輪流上課一天 不然的話就是說 在教室裡面放一百公分高的隔板 然後要哄騙我的小孩說 那個男童不在班上 家長說 事情發生在十月六合 事後都在學校 甚至乒乙也通過寫說 還有警察教 不過學校到八學 他去拜訪家長 甚至過兩天效果 在一合腳去通報主管機關 面對部門 好像表示 卡萬通報是有一定的調查屬性 就算要讓南東二專班 也要等調查的結果 在調查還沒有結束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進座處置 因此我們用隔離安置的方式 而沒有用轉班的方式做處理 照規定省兵會調查機關 上座可以有四個月 家長為著女兒心情 並沒有去報案 警方也沒有辦法蓋入調查 現在家長也只能選到 先讓女兒專項 事實生活 enfim 惹當然 嚇臭 嚇一說 reconnect 叭 嚇一說 祗 嚇一说